Hello 大家好 歡迎帶來新潮民的頻道 我格仔繼續有華記 今天要說的是 李婉華涉嫌好像在加拿大那邊 教人拿一萬元 其實他們好像未回來香港 有很多那些人 而且他們都是一些心黃的人 我想請華記說一下這件事 究竟你怎麼看呢 首先暫時我們不要跟他區分顏色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或香港人 你在香港有福利 香港政府毀毀 18歲以上派一萬元港幣 你們是有這個權利去申請的 因為你是與生俱來 你是一個中國人、香港人 沒錯 但問題是引發到一些深層次的矛盾 例如我們若干年前就說 18歲以上就教大學生去申請公屋 用了一切方法拿政府的資源 其實我們做人 是不是要靠自己雙手努力才會有回報呢 是不是你們要用自己的所謂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身份就要不勞而獲呢 例如現在你教一些居於外國的香港人 這個世界沒有說是對不對的 你可能是幫了很多人的 但是這樣 我們作為一個有良心、有良知的人 如果你是本來都無一物的 那我自己打算那一萬元我就會捐出去的 那經常我都會捐突的 都不要緊 華健你現在有這樣的條件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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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本來無一物 你格仔都有的 即是你本來無一物的 那一萬元你從來都不會想到 你又不是澳門 你又不是靠賭場的營收 現在是鑑生挖錢出來以為你是黃絲 被一片東西塞住你的口 但是如果假設你是黃絲 你以前出去衝 都八千元一日了 你都看不起這一萬元 所以林鄭這一萬元 如果假設你是黃絲 你一萬元也打動不了你 也都壓不住你 也都封不了你雙手雙腳去出去暴動 出去衝 但是現在呢 外面就流行一句說話叫有漢出就沒有糧出 因為美國人那邊 疫情又新高 接著就壓頸那件事就大大鑊 大大鑊 周圍都暴動 現在幾個州要宣佈獨立 所以其實美國人就斷了水喉 就沒有了金主 那些錢就來不了香港 就出不了給你這班勇武 現在林鄭打算言微之急 拿著一筆東西給他頂住 那你說這個策略好或者不好呢 我就不評論了 不過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有良心的香港人呢 你收到政府這一萬元 我覺得你要給一些比較關愛的弱勢社群 就不應該 就是勇武啊 或者犯案那些人的牌 那我有個網友想這麼說的格仔 這位是一個資深的網友來的 是很有主見的 華記 我有個建議 要靠你發聲動員 港府馬上就有申請 這個一萬元 只要18歲以上 無差別就可以拿一萬元 他們是流行無差別打人 現在無差別派錢 無差別就派一筆東西 現在無差別派錢 現在無差別派錢 要先說一個條件 如果因為破壞公物判刑的暴徒 全部不能申請公道 合理 你是打爛了人家的智能電燈署 幾百萬一輛 你還未賠 還要拿錢 然後許智峯 又告別人的的士司機 又告別人的香港警察 他們那些人都調轉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 你有破壞那些暴徒 判了入罪的 有沒有申請 另外那一萬元 撥入暴動被破壞 或者收利的基金 維修基金 因為全部錢都是公帑 暴徒很多都沒有納稅 很多人 老實說 二十歲以下那些 沒做過事 在社會上都沒有納稅 一末就是花政府錢 花父母錢 哪是交過稅 你現在入香港政府還給他一筆東西 那不就只中到他壞了 那麼 他就說 現在很多錢都是公帑 暴徒根本沒有納稅 有破壞 沒有貢獻 我們就應該扣起那一萬元 便便宜暴徒 拿回一些 譬如說 受過黑暴的影響 例如 的士司機被人打 4NO被人打 很多無差別的打人案 在一些苦主 義工身上 所以我覺得 這些要關愛一下 關顧一下 另外 因為破壞公物 除了全香港市民埋單外 有龐大的維修費 引發大量的經濟損失 這些是無可計算 為甚麼呢 我612那天 早兩天就去了中環 他們的欄杆都更換了 現在就很難拆 那些欄杆都不知弄了多少錢 好像特別改裝過 是的 別人說 如果把那些欄杆 被他拆掉 由這裏到這個 港珠澳大橋 那麼長 即是被他拆掉的欄杆 拿來去暴動 即是如果真的要砌出來 即是駁回牆 由這裏掃到港珠澳大橋 這裏就是香港 即是 這麼多公里 幾十公里的欄杆 被他們拆掉 所以其實呢 我們這一集就說 做人呢 其實是否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或者靠自己的努力 去 建設 建設 然後呢 你有回報 你不是說 下下攤大手板 你日日就攤大手板 問老爸老母拿錢 日日問完老爸老母拿錢 就教老爸怎樣做 爭取自由 爭取自由 或者爭取一些政治的常識 爭取完老爸要支持你之後 轉頭又問老爸老母拿錢 拿完錢之後 又叫老爸老母煮飯給你吃 連條底褲都是你老母幫你洗 然後又教你老母怎樣做人 那就糟糕了 是 現在香港的事情是很畸形 事實上是很公道的 即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靠自己雙手爭取 沒有的 就算底衫底褲 剛剛昨晚梦迷完之後 又叫老母洗 洗完之後又教老爸 老母那些政見 怎樣去相信這個泛民 就是了 夢圓為人家 老爸老母洗完底褲之後 然後轉頭又教老母政見 是吧 即是發夢不太早 其實你看他們還有沒有救 其實是這樣的 沒說沒得救 是 如果你看過社會 如果你犯了一些重大的錯誤 例如 你去打劫 你去老套 你去強姦 你去非禮 你去偷竊 你去搶劫 抓了些人會怎樣 坐牢 坐牢 坐牢是一個什麼地方 坐牢是一個什麼地方 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一個自身的地方 你這個人壞 教不聽 他就要困你 困到你這個人就要反思 很簡單 你出去打了人幾下 你可能坐三個月 出來就要反省 是吧 即是 香港或者全世界監獄 專門給一些犯錯的人 去改過自身 在坐牢的時候 你可以修讀多一個學事學位 或者你可以信一下神 信一下佛 道理向善 但是 你問我有沒有救救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教師都沒有救 是啊 所以教師如果在國干法通過之後 我都不排除建議香港政府 拘捕教師去坐牢 他們可能會 那個政治的思路可能會對 因為他們是出賣我們的國家 很簡單 我們國家安全法 就是保障我們自己的國家 和人民 如果你們那幫漢奸賣國賊 不對就要拘捕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很正確 你全世界都有這些法例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 哪個國家容許自己的國民搞獨立 沒有可能 永遠就是要不勞而獲 這個世界沒有不勞而獲 即是他們其實在前人 我們前面的香港人 或者是一些前輩身上 建立了的香港裡面 好了 建立得這麼好 你們現在一出來就說 我要拿走了 就是這樣 其實 還有 譬如我們今天說到不勞而獲 在犯罪最多人犯法的不勞而獲 那裏面呢 剩下五十萬 哇五十萬很多 是吧 那這些就是不勞而獲 那你這傢伙被人盜去運白粉 你就不勞而獲 即是你很簡單 現在你所有暴動的人 都是不勞而獲 是吧 那我們就要宣言一下 這個世界是沒有不勞而獲 沒錯 都是要靠自己雙手 沒錯 我們也不是說 想跟年青人 過不去 我也年輕過 即是我們年輕 知不知道人最想不勞而獲 是做些什麼行為 是什麼呢 買六合彩 又是對的 我以前年輕 16歲的時候 未夠16歲 我15歲 就像你那樣的時候 我就開始上班 我就發覺 不行 我今晚要買六合彩 我今晚重鎚 我買一百元六合彩 我希望做六合彩 因為我想不勞而獲 我奉獻當今的年青人 如果你想不勞而獲 你就去馬會買六合彩 因為你不中 被馬會叩了 都做了善事 除了鋪草皮之外 馬會都經常捐口罩 是啊 即是大家年青人 如果真的要不勞而獲 你就要買六合彩 是啊 起碼要益到人 糟了 無緣無故幫馬會買廣告 他們要給我們廣告費 好了 我們今天記得訂閱 什麼頻道 新潮民 好 多謝多謝華記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新潮民的頻道 好了 再見